晋国的唐淑瑜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承王的弟弟 起初,周武王与淑瑜的母亲在一起时 淑瑜的母亲梦见上天对周武王说 我让你生个孩子,起名叫鱼 我要把唐这个地方赐给他带五夫人生下孩子后 发现婴儿手心上果真写着鱼字 因此就给这个孩子取名为鱼 周武王驾崩后,周承王继位 唐爆发了内乱,周公派兵灭掉唐国 周承王与淑瑜一起玩耍 承王将梧桐叶削成了规避的形状赠给了书瑜 说,把这块唐的分封给你十一 于是请求承王选择一个即日册封书瑜为诸侯 承王说,我只不过是与他开玩笑而已 十一说,天子的话没有戏眼 天子说了话,史官都要如实记录 并举行典礼去完成它 吹奏乐曲来歌颂他周承王 于是就将唐的封给了书瑜 唐地位于黄河,焚水的东边,方圆百里 因此书瑜又被称为唐书瑜 他姓姬,自子瑜 唐书的儿子谢,就是晋侯 晋侯的儿子宁族,就是武侯 武侯的儿子福人,就是承侯 承侯的儿子福,就是丽侯 丽侯的儿子依旧,就是晋侯 晋侯以后,晋国的年代都能够推算出来了 从唐书瑜到晋侯五代 都没有记录他们在位的年数 县侯在位十一年,前八百一十二年,去世 妻子穆侯废王继位 穆侯四年,前808年,娶了一位齐国的女子 江氏为妻 青年,前805年,穆侯讨伐条荣 江氏为其生下了太子仇 十年,前802年,穆侯讨伐千亩 创建了卓越的功绩 江氏又为其生了一个小儿子,名为成师 晋国大夫师父说,国君为儿子取的名字真是奇怪啊 太子叫仇,仇有仇敌的含义 而小儿子叫成师,成师是个显赫的名字 有成就一番事业的含义 名字,是自己取的 而事务发展,却自有规律 如今,敌长子与树子的名字却正相悖逆 以后晋国岂能不出现霍乱了 27年,前785年,穆侯去世 他的弟弟商书自立为国君,太子仇出逃 商书三年,前782年,周宣王驾崩 四年,前781年,墨侯的太子仇率领自己的党徒攻打商书而自立 便是文侯 文侯十年,前771年,周幽王昏庸无道 犬戎杀死了周幽王,周朝被迫向东迁徙 而秦湘公开始被列为诸侯 35年,前746年,文侯仇去世,习子昭侯国继位 昭侯元年,前745年,将文侯的弟弟成师封在屈卧 屈卧城比一城的规模还大 一城,是靖的国都 成师被封在屈卧,称为桓叔 靖侯的树孙蓝兵,胡总桓叔 桓叔当时已58岁了 他喜好施恩于人,因此靖国的百姓都愿意归顺于他 君子说,靖国的祸乱也许就发生在屈卧了 莫大于本且又深的广大人民的忠心拥护 这样不发生祸乱还等什么 昭侯七年,前739年 靖国的大臣潘妇杀了国君昭侯而去迎接屈卧桓叔 桓叔想要进入靖国 靖国人起兵攻打桓叔 桓叔被打败,又退回屈卧 靖人共同拥立昭侯的儿子平为国君 便是靖孝侯 靖孝侯杀死了潘妇 孝侯八年,前732年 屈卧的桓叔去世了 他的儿子善继承了桓叔的爵位 便是屈卧庄伯 孝侯十五年,前725年 屈卧庄伯在一城杀了国君靖孝侯 靖国人因此而攻打屈卧庄伯 庄伯又回到了屈卧 靖国人又拥立靖孝侯的儿子 且为国君,便是恶侯 恶侯二年前722年 如隐公刚刚即位 恶侯在位六年前718年去世 屈卧庄伯听说恶侯死了 于是起兵讨伐靖国的国都 周平王让国公率兵讨伐屈卧庄伯 庄伯逃回屈卧固守 靖国人共同拥立靖恶侯的儿子光为国君 就是靖哀侯 哀侯二年前716年 屈卧庄伯去世 妻子称继承了庄伯的爵位 便是屈卧武功 哀侯六年前712年 鲁国人杀了自己的国君 卢尹侯 哀侯八年前710年 靖国人侵犯刑庭 刑庭人与屈卧武功共同谋划 于九年前709年 在焚水河畔攻打靖国的军队 掳获了靖哀侯 于是靖国人又拥立哀侯的儿子小子 为国君 就是小子侯 小子侯元年 前709年 屈卧武功派韩万杀了所俘虏的靖哀侯 屈卧越来越强大 靖国公事对此毫无办法 小子侯四年前706年 屈卧武功用诱骗的手段 招来小子侯并把他杀了 周桓王派遣国众率兵讨伐屈卧武功 武功逃回到屈卧 靖国人于是拥立靖哀侯的弟弟名为靖侯 靖侯明四年前703年 宋国人抓住了郑国的忌重 并胁迫他力图为郑国国君 靖侯明十九年前六百八十八年 齐国人管制父杀了自己的国君齐湘公 靖侯明二十八年前六百七十九年 齐桓公开始称霸 屈卧武功攻打靖侯明 灭掉了他 把他的全部珠宝玉器都献给了周梨王 周梨王因此让屈卧武功当了靖国的国君 让他位列诸侯 于是屈卧武功吞占了靖国的全部土地 屈卧武功已经即位三十七年了 才将称号改为靖武功 靖武功迁到靖国的都城 加上之前他在屈卧的当政时间 一共当政三十八年 武功称是先军靖母侯的曾孙 屈卧环叔的孙子 环叔最开始被封于屈卧 武功是庄博的儿子 从环叔最初被封于屈卧 一直到屈卧武功灭掉靖国公室 一共是六十七年 武功最终代替靖国国君的地位 而成了诸侯 武功在取代靖国国君的第二年驱使 加上他在屈卧的在位时间 在位供三十九年后驱使 习子献功鬼诸继位 献功元年前六百七十六年 周慧王的弟弟颓攻打慧王 慧王出逃投奔郑国 住在郑国的利益 五年前六百七十二年 靖献功讨伐黎荣 得到黎姬以及黎姬的妹妹 献功十分宠爱这对姐妹 八年前六百六十九年 市委劝献功说 原来靖国公室的公子们太多了 如果不杀死他们 就要发生霍乱 靖献功于是派人要杀掉所有公子 同时再具的修筑成义 作为靖国国都 称为将 开始在将定都 靖献功九年前六百六十八年 靖国的公子们逃亡到国国 国公因此又一次起兵讨伐靖国 但没有战胜靖国 献功十年前六百六十七年 靖国想要讨伐国国 市委说 暂且等国国自己爆发霍乱 十二年前六百六十五年 离机生下西齐 献功想要废掉原来的太子 于是说 屈卧是我们先祖宗庙所在的地方 而仆仪靠近秦国 屈翼又靠近敌 如果不派我的儿子们 去镇守那些地方 我将会十分担心 于是献功让太子 身生道屈我居住 让公子崇尔道仆义居住 让公子义吾到屈义居住 靖献功与离机所生的儿子西齐 则居于国都驾 靖国人由此便知道 太子身生不能继位 太子身生 他的母亲是齐桓公的女儿 名为齐江 死得早 身生的童母妹妹 是秦木公的夫人 崇尔的母亲 是戎笛一胡氏女子 义吾的母亲 是崇尔母亲的妹妹 靖献功一共有八个儿子 其中太子身生 公子崇尔和义吾 都具备贤能与德行 待献功娶了离机之后 他就渐渐疏远了这三个儿子 十六年前六百六十一年 靖献功建了两个军 献功率领上军 让太子身生率领下军 赵素驾驭战车 闭腕担当车诱 讨伐灭掉了霍国 魏国以及耿国 军队归来后 献功为太子身生 在驱卧修建城时 并将耿的赐给了赵素 把魏国的土地赏赐给了臂万 让他们成为大夫 室伟劝太子说 太子 您不可能继位当国君了 献功把先君的都城 都分给了您 并授予了您亲的爵位 提前将您的路位 提到了最高 又怎能再立您为国君呢 太子不如逃离这里 以免惹祸上身 效仿吴太伯 不也很好吗 至少还能留下好名声 太子没有听从树伟的劝谏 掌管占卜的大夫郭言说 碧万的子孙后代 将来肯定会大有所为 万是满数 魏 有广大的意思 起初就把魏赏赐给碧万 是上天在保佑他呢 天子统治赵明 而诸侯统治万明 现在封碧万 予以为广大的魏帝 用来匹配他名字里的满数 他必定会得到众多臣名 起初 碧万曾在晋国占卜自己的仕途 卦从臀变成了笔 星廖观察卦便说 这代表极力 臀卦所说的是 事务初创时的困难艰险 笔卦预示着有人轻浮 没有什么吉兆能比过这个了 他的子孙后代 必定会兴旺昌盛十七年前六百六十年 靖献公派太子身生 讨伐东山的高洛市 李克对献公敬见说 太子是供奉宗庙祭祀 设计祭品 早晚查看国军膳食的人 因此称为种子 国军如果出行 太子就要留守于国都 如果有人代为留户 那么太子就应该跟从国军一起外出 随从国军外出叫做府军 在都城内留守称为监国 这是古代所定立的制度 率领军队 需要对各种策略做出决断 向军队发号施令 是国军与执政的大臣阴谋化的事 这都不是太子应该做的事情 军队统帅的职责在于发号施令 如果太子遇到事情都要请示国军 那样就不会有威严 如果擅自做决定 就是不孝 因此国军的继承人不可以统帅军队 将统帅一支授予太子 使国军的过失 统帅军队会使太子丧失威严 将来怎么再重用他呢 贤公说 我有很多个儿子 还没确定立谁当太子 李克没有回答就退下了 他去见了太子 太子说 我要被废掉了吧 李克回答说 太子您努力吧 让您统领军队 担心的英式没有完成任务 有什么原因要废掉您呢 而且做儿子的应该害怕自己不能尽孝 不该担心自己不能被立为国军 加强自身修养而不责难别人 就可以避免灾祸太子身身率领军队 敬献公让他穿左右不同颜色的衣服 佩戴惊绝 李克托并隐退 没有随从太子一起出征 太子于是就率领军队去讨伐东山了 十九年 前六百五十八年 敬献公说 从前我的先军装博 武功平定晋国动乱的时候 国国常常帮助晋国攻打我屈卧 又藏匿晋国逃亡的公子 果然发生了祸乱 如果不灭掉国国 将会给后代留下忧患 于是献公派巡西 带着区域所产的名马 去向余国借道 余国把道路借给了晋国 于是晋国出兵去攻打国国 夺取了国国的下阳后返回 晋献公私下对离击说 我打算废掉太子身生 让西齐取代太子离击哭着说 太子早已确立 诸侯们全都已经知道了 况且探履次统帅军队 百姓们也都归顺于探 怎么可以因为我就废掉敌长子 而立数子呢 国君您如果一定要这么做 我只能自杀了离击假装赞许太子 而暗中派人诬陷太子 想要立自己的儿子当太子 21年前656年 离击对太子说 国君梦见了齐江 太子您快点而去驱卧祭祀母亲 回来后把座肉献给国君太子 于是赶往驱卧去祭祀母亲齐江 回来后把祭祀时使用的座肉 献给了献公 献公当时外出狩猎去了 太子就把座肉放在了宫中 离击派人在座肉中下了毒 两天后 静献公打猎回来了 厨子把座肉献给献公 献公正打算要吃 离击在旁边劝阻道 座肉是从很远的地方送来的 您应该试一试有没有毒 然后再吃 于是把座肉倒到地上 地面凸起 把肉给狗吃 狗吃后马上死了 给幻臣吃 幻臣也当场毙命 离击哭着说 太子怎么如此残忍 为了接替军尉 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想杀害 更何况是对他人呢 况且国君您已经老了 还能活多久呢 可是太子竟然还迫不及待地 想杀害您 离击又接着对献公说 太子会这样做 不过就是因为我与西齐的关系 我愿意带着儿子一起逃避到其他国家去 或是趁早自杀 因为我们母子被太子杀害 当初国君打算废掉太子 我还觉得遗憾 到了今天 我才意识到自己想错了太子听说后 便逃到了新城 县公十分生气 就杀死了太子的老师杜元款 有人对太子说 在座肉中下毒的是离击 太子您为什么不去辩民呢 太子说 我的父亲已年老了 如果身边没有离击 他就会睡不好 吃不香 如果我说出真相 父亲一定会对离击很生气 我不能那么做 有人对太子说 可以逃奔到其他国家去 太子说 背着这样的恶民逃亡 谁还会容纳我呢 我只好自杀了 十二月无生日 太子深生在行程自杀了 这时重尔和一无来见献公 有人告诉离击说 这两位公子怨恨你竟谗言 害死了太子离击十分惧怕 于是在献公面前 诽谤两位公子说 深深往座肉里下毒 这两位公子 事先就知道 重尔和一无听说了这件事 都很害怕 因此重尔逃回了蒲义 一无也逃回了屈义 各在自己的诚意镇守 做好一切防御的准备 当初 近献公派遣市委 为重尔与一无 修建蒲义与屈义的城墙 但还没有修好 一无把这个情况 离告给了献公 献公便对市委很生气 市委谢罪说 边境的城义贼扣手 修建城墙又有什么用呢 市委退下时还唱道 狐皮球衣的毛蓬松杂乱 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人 我该听从谁呢 他终于还是把城墙修好了 等到太子深生去世后 重尔与一无也就回去 镇守各自的城义了 二十二年前六百五十五年 近献公对重尔与一无不辞而别 十分生气 认为他们确实与太子早有预谋 就派兵讨伐仆义 仆义有个宦官叫伯迪 命令崇尔赶紧自杀 崇尔翻墙而逃 宦官伯迪紧追其后 并割下了众尔的衣袖 崇尔于是逃到底 献公又派兵攻打屈翼 屈翼人奋力防守 屈翼未被攻克 这一年 晋国再次向余国借道去攻打国国 余国的大夫公知齐 向余国君王觐见说 不可以把路借给晋国 否则晋国将会灭掉余国 余国的君王说 晋国与我国是同性 他们不会谋害我们的公知齐说 太伯与于仲 都是太王的儿子 太伯逃亡离开了 因此未能继承军位 国仲与国书 都是王继的儿子 当过周文王的执政大臣 记载他们为周王势立下的 功勋的文书 还在蒙府里保存着 晋国将要灭掉国国 又怎么会爱惜余国呢 况且余国与晋国在亲近 还能比桓叔 庄伯家族与他更亲吗 桓叔与庄伯的家族 有什么过错 可是晋国还是把他们都灭掉 余国与国国的关系 就如同是嘴唇和牙齿的关系 嘴唇如果没有了 牙齿就会受动 余公没有听公知齐的劝说 便答应了晋国的请求 公知齐带领他的家族 离开了余国 这年冬季 晋国灭掉了国国 国公仇被迫逃奔周国 晋军在返还途中 成吉公习并灭掉余国 掳获了余公以及代付景国 白里希 把他们作为县公女儿 秦木姬的陪嫁 但并没有废除余国的祭祀 荀西把县公从前赠给余国的 区域出产的名码 又归还给了县公 县公笑着说 马仍然是我之前的马 只是已经老了23年 前654年 晋县公派贾华等人 前去讨伐区域 区域溃败 义武想要逃奔敌国 季瑞说 不行 虫儿已经在敌国了 如今您在前往的话 晋国必定会调兵讨伐敌国 敌国畏惧晋国 到时灾难就会降临到你头上 不如逃到梁国 梁国临近秦国 秦国强大 等我们的国君去世后 您可以求秦国帮您 重回晋国义武 于是逃到梁国 25年前652年 晋军攻打敌国 敌国为了保护崇尔 也在涅桑攻击晋军 结果晋国撤军 在此时期 晋国变得很强大 西边拥有河西 与秦国接壤 北边与敌国相邻 东到河内 离记的妹妹生下到此 26年前651年 夏季 齐桓公召集诸侯在魁丘会盟 晋县公由于生病 出发晚了 还没有赶到魁丘 在路上遇到了周国的宰孔 宰孔说 齐桓公愈发骄横跋扈了 不智力修行德政 却忙着讨伐远方 诸侯们心里不平 您别去参加那个门会了 齐国也不敢对晋国怎么样的 晋县公也是因为自己生病了 就回到了晋国 后来晋县公病重 就对徐熙说 我打算立西齐为继承人 可是他还小 大臣们会不服 我害怕会出乱子 你能够拥立他吗 徐熙回答说 能晋县公问 你拿什么作为凭证呢 徐熙回答说 即使您死后又复活了 在世的我对您依然 不会感到有任何的愧疚 以此作为凭证 于是县公便将西齐 托付给了徐熙 徐熙担任相国 主持朝政 秋季九月 县公去世 李克 批正打算迎接崇尔回国 便利用三位公子的党羽 发起动乱 并对徐熙说 三个院家将要作乱了 秦国人与晋国的百姓们 都会帮扶他们 你将要如何做呢 徐熙说 我不可以背弃 对先君许下的承诺 十月 李克在靖县公 亭临至丧的地方 杀了西齐 县公此时还未下葬 徐熙想为此而死 有人劝他说 不如拥立西齐的弟弟道子 并辅走他 于是徐熙便拥立道子 并安葬了靖县公 十一月 李克在朝堂之上杀了道子 徐熙因此而自杀了 君子说 诗中所说的 白玉如果有了污点 还能够磨掉 可是话要是说错了 那就没办法更改了 说的便是徐熙这样的人吧 至死都没有辜负 自己许下的诺言 当初 靖县公要讨伐黎容 挂子说 班农禅言将会酿成灾祸 等到攻破了黎容 得到了黎姬 靖县公非常宠爱他 结果竟因此而扰乱了靖国 李克等人 已经杀了西齐和道子 于是派使者到敌国 迎接崇尔回国 打算拥立崇尔为国君 崇尔推辞说 我违背父王的命令 逃出了靖国 父王去世了 我又没有奉行 当儿子的礼节守丧 崇尔我怎么敢回国即位啊 大夫们 还是改例其他的公子吧 使者回来 将崇尔的话 禀告给了李克 李克于是又派使者 前往梁国迎接义武 义武打算回国即位 吕省 切瑞说 国内仍有公子可以即位 但却到国外来找其他公子 很难让人相信 我们请求秦国来帮忙 凭借秦国强大的威力 而回到靖国 否则恐怕会有危险 于是义武派切瑞 用厚礼贿赂秦国 义武还向秦国立下十约说 如果我能成功回国即位 愿意把靖国黄河以西的土地 献给秦国 义武又给李克写封信说 我果真能被立为国君 愿意将你封在坟阳 秦穆公因此便派兵护送义武 回到了靖国 习桓公听说靖国爆发了内乱 也率领诸侯来到靖国 秦军与义武这时也已到达了靖国 习国就派习蓬会同秦军 一同将义武送入国都 立他为靖国国君 便是靖汇公 习桓公到了靖国的高粱 便返回齐国了 靖汇公义武元年 前650年 派批正向秦国国君道歉说 起初我曾许诺 把靖国黄河以西的地方献给你 现在我有幸得已回国当了国君 可是大臣们却说 靖国的土地是先军留下来的 你逃亡在外 有什么权利擅自把靖国的土地献给秦国呢 我争取了可是没能得到大臣们的同意 因此特来向您道歉 靖汇公也没有把坟羊赏封给领和 反而剥夺了他原有的职权 4月 周相王派周公继父会同期 请两国大夫们一起为靖汇公 举办一个正式的极为大典 汇公因为崇尔还逃亡在国外 担心李克会发起动乱 于是便命令李克自杀 并对他说 没有你的话 我就不会被立为国君 虽然如此 可是你毕竟也杀死了两位国君 以及一位大夫 当你国君的人不是太难了吗 李克回答说 如果我不废除西齐与稻子 国君您又如何能够兴起呢 想要杀死我 还愁找不到理由吗 您何必还要说出这番话来 我服从命令就是了 于是李克便拔剑自吻了 而此时批证正出使秦国道歉 尚未返回 因此得以免遭此难 靖汇公按照礼仪改葬了公太子身生 秋季 糊涂来到了裴都屈卧 遇到了身生的灵魂 身生让他同乘一辆车 并告诉他说 一无不守礼法 唯一请求天帝 将要把晋国送给秦国 秦国人将会祭祀我 糊涂回答说 我听说神灵不能享用 非同宗族所供的贡品 如此一来 您的祭祀不就要断绝了吗 您最好再仔细考虑一下 身生说 好吧 我将会再次请求天帝 十天以后 在星城的西边 将会有一位巫者 显现我的魂灵 糊涂答应了与身生的约定 身生于是消失了 到了十天的期限 糊涂前往星城的西边 再次遇到了身生 深深告诉他说 天帝已经答应 我要惩罚有罪过的人了 一无将会败于寒元 孩童们 于是唱起了歌谣 公太子改葬了 之后十四年 晋国也不会昌盛 昌盛是在一无的兄长执政 时批证出使秦国 听说李克已被杀死 于是劝秦谋公说 吕省 窃称 季瑞的确是不同意 把河西之地献给秦国 如果用厚礼贿赂他们 并和他们谋划 将晋慧公赶出秦国 迎接崇尔回国即位 秦国就一定能得到 河西之地 秦谋公答应了 派人和批证一同回到秦国 用重金贿赂了吕省 切称宇继瑞 这三位大夫说 财礼如此丰厚 话语这样甘甜 这一定是因为批证在秦国 把我们出卖了 于是三位大夫杀死了批证 以及李克 批证的党徒等 其余大夫 批证的儿子批报 投奔秦国 并恳请秦国攻打晋国 秦谋公并未听从 晋慧公即位后 违背了给秦国 和李克土地的承诺 又杀死了其余大夫 所以晋国人 都不愿意归顺于他 慧公二年 前六百四十九年 周天子派赵公 去晋国拜访慧公 慧公十分傲慢无礼 赵公因此讥笑了慧公 四年前六百四十七年 晋国闹饥荒 向秦国祈求购买粮食 秦谋公向百里熙征求意见 百里熙回答说 天灾贫乏 每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 救助灾民 镇绩邻邦 是国家的道义 给他们批证的儿子批报则说 应该趁此机会 讨伐晋国秦谋公说 晋国的国君的确有罪过 可是晋国的百姓 又有什么罪呢 秦谋公最终将粮食 卖给晋国 粮食从秦国的雍城 源源不断地运送到 晋国的将城 五年前六百四十六年 秦国爆发了饥荒 向晋国请求购买粮食 晋汇宫召集大臣商量 庆政说 君王是凭借秦国的力量 才得以被立为国君的 可是宁吉位后 却违背了给秦国 河西土地的十月 去年晋国闹饥荒的时候 秦国卖给我们粮食 如今秦国爆发了饥荒 请求我们卖粮食给他们 我们当然要卖给他们粮食 这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再次商讨呢 国社则说 去年上天把晋国赏赐给了秦国 可是秦国却不知道 成吉公去我们 反而卖粮食给我们 如今上天把秦国赏赐给了晋国 晋国怎么能够忽逆上天之意呢 我们应该攻打秦国 晋汇宫采用了国社的计谋 没有把粮食卖给秦国 反而派兵讨伐秦国 秦谋公十分生气 也派兵攻打晋国 六年前六百四十五年春季 秦谋公率领军队讨伐晋国 晋汇宫对庆政说 秦军已经深入我国境内了 该怎么办 庆政说 当初秦国护送国军 您回国即位 您即位后 却违背了给秦国土地的诺言 晋国爆发了饥荒 秦国源源不断地运粮食给我们 可是秦国闹饥荒时 晋国没有给予秦国援助 反而想借机攻去秦国 秦军如今深入晋国国境 不也应该吗 晋汇宫通过占卜 来选驾战车 以及担当护卫的人 占卜的结果 都是以庆政为吉利 晋汇宫说 庆政有些无礼 于是就改令不扬驾战车 夹仆图担当车诱 晋国军队开始向秦国进军 九月人虚日 秦谋公与晋汇宫在寒原交战 晋汇宫的马陷入了泥潭当中 无法行走 秦军这时候赶来了 汇宫十分窘迫 招来庆政帮他驾车 庆政说 不按占卜的结果去做 失败不也应该吗 庆政说完便离开了 惠宫只好改命梁瑶弥 为他驾车 国社担当车诱 迎击秦谋公 秦谋公手下的英勇士兵 拼死打败了晋军 晋军败退 晋汇宫没有抓到秦谋公 反而被秦穆公俘获 并带被毁了秦国 秦谋公想要杀掉晋汇宫祭祀上天 晋汇宫的姐姐是秦谋公的妻子 他穿着桑服痛哭不已 秦谋公说 俘虏了晋侯应该高兴啊 可是如今你却为此而悲伤起来 况且我曾听说 姬子看见唐叔当初刚刚被分封时 就说过唐叔的后代一定会繁荣昌盛 晋国怎么能这样就灭亡了呢 秦谋公于是与晋汇宫在王城定立盟约 答应放他回到晋国 晋汇宫也派遣女省等人回报晋国人说 我虽然能够回到晋国 但也没有颜面再建宗庙设计了 选个良辰吉日让我的儿子与继位 把晋国人听到这番话后 全都伤心落泪了 秦谋公问吕省说 晋国内部团结和睦吗 吕省回答说不和睦 百姓们惧怕没有国君以后 亲人们也会死去 他们并不怕拥立公子宇当国君 都说一定要报仇 宁愿去服侍戎敌 而那些贵族们却很爱护晋汇宫 并且知道他有罪 正等待秦国送晋汇宫回国的命令 并说一定会报答秦国的恩德 晋国国内因为有这样两种意见 所以不和睦 秦穆公于是为晋汇宫更换了居住的管设 并且用七劳来招待他 11月 秦穆公送晋汇宫回晋国 晋汇宫回到晋国后 杀害了庆政 重新修整政治教化 晋汇宫与大臣们谋划说 崇尔还逃亡在国外 诸侯中大多认为护送他回国 当晋国国君对自己有好处 于是晋汇宫就想派人到敌国去杀崇尔 崇尔听说后 立即逃到了弃国 八年前六百四十三年 晋汇宫派太子羽到秦国当人制 当初 汇宫逃亡到梁国时 梁伯将女儿嫁给了他 生了一双儿女 梁伯为这两个孩子占卜 不辞说将来南海会成为尘铺 与还会成为妾 因此为南海取名教育 与还教妾 十年前六百四十一年 秦国灭掉梁国 梁伯爱好大兴土木 修建城池勾芡 使百姓疲惫不堪 怨声再道 多次互相惊吓 叫道秦兵来了 百姓们恐慌害怕 结果秦国果真灭了梁国 十三年前六百三十八年 晋汇宫生病 他有好几个儿子 当时在秦国当人治的太子语说 我母亲的娘家是梁国 如今梁国已被秦国灭掉了 我在国外受到秦国的侵蚀 在国内也得不到他人的援助 如果父亲一并不起 我担心晋国的大夫们 一定也会侵蚀我 改立其他公子太子 于是与妻子谋划一起逃回晋国 服侍太子语的秦国女子说 您是异国的太子 蒙受屈辱在这里当人治 秦国国君派我来侍奉您 目的是要我稳固住您的心 您快逃走吧 可我不能跟随您走 但也不会说出去公子 于是逃回晋国 十四年前六百三十七年九月 晋汇宫去世 太子语继位就是晋怀宫 太子语从秦国逃走了 秦木公十分生气 于是访求公子重耳 打算护送他回国当国君 公子宇继承国君之位后 畏惧秦国会派兵攻打晋国 于是下令跟从众耳逃亡在外的人 全部按期回国 如果到期还没有回来 就会诛灭他的全家 糊涂的儿子胡毛以及胡眼 都跟随崇尔逃到了秦国 糊涂不愿让他们回来 静怀宫非常生气 就囚禁了糊涂 糊涂说 我的儿子侍奉崇尔又好几年了 现在召他们回国 这就是让他们背叛自己的主子 以后我还怎么教导他们 静怀宫终于杀死了糊涂 秦木公于是派兵护送崇尔返回晋国 并派人告知阮氏 切实的党羽在国内接应 在高粱杀了静怀宫 送崇尔返回国内 崇尔继位便是静文公 静文公崇尔 是静献公的儿子 他从年少时起 就喜好结交贤德的世人 十七岁时 他的身边就已有五名贤士 赵衰 胡言旧范 是静文公的旧父 贾驼 仙枕 魏巫子 在静献公当太子时 崇尔就已长大成人了 静献公即位时 崇尔21岁 献公13年前664年 由于离姬的缘故 崇尔被派到蒲城去防守秦国 献公21年前656年 献公杀了太子身生 离姬又竟谗言陷害崇尔 崇尔恐惧 没有辞别献公就逃回了蒲异 献公22年前655年 献公派宦官吕迪赶快把崇尔杀死 结果崇尔翻墙逃走了 宦官吕迪紧追不舍 砍掉了仲尔的衣袖 崇尔于是逃奔敌国 敌国是崇尔母亲的故国 这时崇尔43岁 从此那五名贤士 还有不知名的数十人 都跟随崇尔一起来到敌国 敌国攻打旧儒 掳获了旧儒国的两位女子 敌国国君将年长的女子 嫁给了崇尔 生下了脖条 疏流 敌国国君把年少的女子 嫁给了赵衰 生下了盾 崇尔在敌国住了五年 敌县公去世 李克已杀了西齐 到此 派人来迎接崇尔回国 想要拥立崇尔为国君 崇尔担心自己会被杀害 因此执意谢绝了 没敢回敌国 后来敌国改为迎回崇尔的弟弟 一无并立为国君 就是敌汇公 汇公七年前六百四十四年 敌汇公担心崇尔会抢夺军位 于是派宦官吕迪带领壮士 一起去杀崇尔 崇尔听说后 就与赵衰等人商讨说 当初我逃亡到敌国 并不是为了利用此地来成就事业 而是因为此地离近国很近 容易到达 所以暂时再次停留 在这里歇得久了 我希望可以迁到大国 齐桓公乐善好施 志在称霸 于是收留体恤各国的诸侯 如今听说管仲 西鹏都去世了 齐桓公也渴望得到贤能的人 来辅佐他成就霸业 我们为何不去那里呢 于是崇尔就前往齐国了 崇尔对妻子说 等我25年还没回来的话 你就嫁给别人吧 他的妻子笑了笑说 等到25年 我坟头上的柏树都长大了 虽然这样 我还是会一直等待你的 崇尔在敌国居住了12年才离去 崇尔经过魏国时 魏文公没有 崇尔到了齐国 齐桓公以厚礼相待 并将宗室之女 嫁给仲尔为妻 又赐她80匹马 崇尔很满足于现有的生活 崇尔到齐国两年后 齐桓公就去世了 当时正巧赶上 束刀等人发起叛乱 齐孝公继承了军卫 各诸侯国的军队 趁机屡次进犯齐国 崇尔在齐国一共住了五年 崇尔很喜欢在齐国娶的妻子 心里根本不想离开齐国 赵衰 旧范就在一棵桑树底下 商讨如何劝崇尔离开齐国 崇尔妻子的侍女 恰好在桑树上 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就将此事告诉了她的主人 崇尔的妻子 却杀了那个侍女 并劝崇尔赶紧离开齐国 崇尔说 人生但求安乐 何必管其他的事呢 我一定要老死在齐国 不能离开 他的妻子说 您可是一国的公子 穷困时被迫来到这里 跟随你的那些贤士 各个愿为您笑死 您不赶快返回晋国 报答您辛劳的臣子 却再次贪恋女色 我私下替您感到羞耻 况且现在不回晋国 什么时候才会有成功的一天 于是他就与赵衰等人合谋 把崇尔灌罪抬到车上 离开了齐国 走了很远 崇尔才醒了过来 他十分生气 拿起歌就要杀就范 就范说 杀死我就能够成就您的事业 这是我胡言的夙愿啊 崇尔说 如果事情没有成功 我就吃了你的肉 就犯说 就算事情没有成功 可我的肉又腥又骚不好吃 怎么能值得您吃呢 于是崇尔这才罢休 继续向前赶入 崇尔经过曹国 曹公公没有一礼相待 想偷看崇尔身上 紧密相连的畸形类物 曹国的大夫黎富姬说 晋公子贤能 又和我国是同性 他在困窘时 途经我国 为什么不能一礼相待呢 曹公公没有听从 黎富姬的劝告 黎富姬就私下送食物 送给崇尔 并在食物下面 放了一块玉璧 崇尔接受了食物 却把玉璧还给了黎富姬 崇尔离开曹国 路过宋国 宋湘公刚刚被楚国打败 在红之战中受了伤 他听说崇尔贤民有才能 于是用对待诸侯的礼节 接待了崇尔 宋国的司马公孙顾 与就范的关系很好 于是他说 宋国是个小国 最近又打了败仗 没有能力帮助你们回国 还是另投大国吧 于是崇尔离开了宋国 崇尔路过郑国 郑文公也没有一礼相待 郑国大夫舒瞻 劝谐他的国君说 晋公子贤民有才能 他的随从 全是国家的动良之才 况且又与我们郑国是同性 郑国的先祖是周历王的儿子 晋国的先祖是周武王的儿子 郑文公说 诸侯国公子流亡到我国的太多了 怎么可能全都一礼相待呢 舒瞻说 如果国君您不能对他一礼相待 还不如把他杀死 以免将来成为我国的祸患 郑文公没有听从舒瞻的劝告 崇尔离开郑国后前往楚国 楚城王用对待诸侯的礼节款待他 崇尔谢绝了 称不敢当 赵衰说 您在外流亡了十多年 小国都轻视您 更何况是大国呢 如今楚国这个大国 竟然以后礼招待您 您就不要辞让了 这可是上天在护佑您啊 于是崇尔案做客的礼节 会见了楚城王 楚城王用后礼款待了崇尔 崇尔非常谦卑 楚城王说 假如有一天您返回了晋国 将会怎样报答我呢 崇尔说 真情异兽 宝玉眷博等东西 国君您都有很多了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礼物来报答您 楚城王说 即便如此 你总得拿什么来报答我吧 崇尔回答说 将来万不得已 晋国与楚国在平原或是胡找地带交战 请允许我为您退避三社之地 楚国将军子于大怒道 国君对晋国公子十分厚待 可是今天崇尔却出言不逊 请让我杀了他楚城王说 晋公子很贤明 可是流亡在外太久了 跟从他的都是栋梁之才 这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我怎么能杀死他呢 况且又能让他敢说什么呢 崇尔在楚国住了几个月以后 晋国太子宇从秦国逃回了晋国 秦谋公十分怨恨太子宇 他听说崇尔在楚国 于是邀请他来秦国 楚城王说 楚国距离晋国很远 要途经好多个国家才可到达晋国 而秦国与晋国交界 秦谋公又很贤明 你去秦国吧 楚城王准备了后礼为崇尔送行 崇尔来到秦国后 秦谋公把五个童宗女子都嫁给了崇尔为妻 公子宇原先的妻子也在其中 崇尔不想接受公子宇原先的妻子 司空记子说 公子宇的国家您尚且要去攻打 更何况是占有他的妻子呢 而且您接受了这个女子 就可以与秦国结成姻亲关系 就可以求秦国帮您返回晋国了 您现在却拘泥于小节 忘了大的耻辱 崇尔于是接受了公子宇原先的妻子 秦谋公十分欢喜 与崇尔一起宴饮 席间赵帅迎送了鼠苗师 秦谋公说 我知道你们想快点回到晋国 赵帅与崇尔从座位上离开 再次拜谢秦谋公说 我们这些孤臣仰仗宁 就如同白骨期盼及时宇一般 当时是晋汇宫十四年前六百三十七年秋节 晋汇宫在九月去世 太子宇继位 十一月安葬了晋汇宫 十二月 晋国大夫兰芝 切胡等人听说崇尔在秦国 都偷偷来劝崇尔 赵帅等人返回晋国 愿意为众尔做内应的人很多 于是秦谋公派兵护送崇尔返回晋国 晋国听说秦兵来了 也发兵抵抗秦兵 然而人们都已暗中知道公子崇尔要回国 唯有晋汇宫的旧臣吕生 切瑞等人不愿拥立崇尔 崇尔在外流亡共十九年才得以返回晋国 此时已六十二岁了 晋国人大多数都愿归顺他 文公元年前六百三十六年春季 秦国护送崇尔来到黄河边 旧范说 我跟从宁流亡天下 期间犯了很多过错 我自己都知道 更何况您呢 我请求在这里离开您吧 崇尔说 如果我回到国都 没有与您同心共事的话 就请和神来作证 崇尔说完就把玉璧扔进了黄河 以此与子范盟示 此时戒子推也在追随崇尔 他在传中就笑道 上天的确是在保佑公子 可是子范却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 并以此向君王邀功 真是足以令人感到耻辱了 我不想与这样的人共事 于是戒子推就独自偷偷渡过黄河 秦兵包围了令狐 禁军驻扎在卢柳 二月星丑日 就范与秦敬两国的大夫 在环城定下盟约 任迎日 崇尔进入禁军大营 禀五日 崇尔到达了屈卧 定位日 崇尔朝拜武功的宗庙 并继位成为禁国国君 便是禁文公 群臣全都前来朝拜 怀宫与逃奔高粱 雾生日 禁文公派人杀了怀宫 禁怀宫的旧臣吕醒 切瑞原本就不愿归顺禁文公 禁文公继位后 他们惧怕被杀 就打算与党羽密谋 烧毁文公的攻势 企图杀了禁文公 禁文公并不知道这件事 当初想要杀死禁文公的宦官吕迪 得知了这个阴谋 想告诉禁文公 措而解除以前的罪过 于是请求敬见禁文公 禁文公没有接见他 并派人责备他说 我还记得在仆役所发生的事情 你斩断了我的衣袖 后来 我跟从敌军去打猎 你又替惠公来追杀我 惠公给了你三天期限到达 可是你只用了一天就到了 为什么那么急呢 你好好想一想这些事吧 宦官吕迪回答说 我是受过功勤的人 侍奉国君不敢有二心 不敢违背国君的命令 因此得罪了国君宁 现在宁已回国即位为君 难道就不会再发生 仆役 敌国那样的事吗 况且管仲曾经用剑 射中了齐桓公的代沟 齐桓公却在管仲的辅佐下称霸 现在我这个有罪之人 有要是要向国君禀告 可是国君却不愿接见我 恐怕灾难将要降临到宁头上了 于是禁文公接见了他 屡地便把屡行 切瑞等人的阴谋 报告给了禁文公 禁文公想要召见屡省和切瑞 可是屡省 切瑞等人手下的党部太多 文公担心自己刚刚回国 国人会出卖自己 于是就微服出行 在王城会见了秦木公 对此国人全然不知 三月集丑日 屡省 切瑞等人果然谋反了 他们焚毁了文公的攻势 却并未抓到文公 文公的卫士与他们战斗 屡省 切瑞等人想率兵逃走 秦谋公引诱屡省 切瑞等人 在黄河岸边杀了他们 禁国恢复稳定后 文公才回来 夏季 文公从秦国接回夫人 秦谋公嫁给文公的妻子 终于都被封为夫人 秦谋公还送给禁文公三千卫兵 以防备禁国发生动乱 禁文公修名政务 向百姓广示恩惠 奖赏跟随他一起流亡的人 以及有功的大臣 功劳大的赏赐成义 功劳小的授予爵位 文公还没有封赏完毕 周湘王就因为弟弟待发难而出逃 居住在郑国 并派人到禁国告急 禁国局势刚刚安定 文公想要派兵去解救周湘王 又担心有其他的火乱 所以暂停了封赏 没有来得及封赏 已经隐居的戒子推 戒子推自己没有去向禁文公要俸禄 所以他当时没有得到封赏 戒子推对母亲说 禁宪宫有九个儿子 现在仅有文公还在时 惠宫与怀宫没有任何情信 所以其他国家和本国的百姓臣子 都抛弃了他们 然而上天并没有让禁国灭亡 一定会出现真正的国君 主持禁国的祭祀 这个人不是文公还会有谁呢 上天确实是在保佑文公 可是有些人却认为 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不是很荒谬吗 偷窃他人的财物 都会被人称作盗贼 更何况是贪图上天的功绩 具为己有的 臣子掩饰自己的罪过 国君赏赐奸邪之人 国君与臣子上下相互欺瞒 我很难与这些人一起相处 他的母亲问他 你何不也去求国君赏赐呢 如果你就这样死了 又能去怨恨谁呢 戒子推说 明明知道他们的做法是错的 却还要去效果 我的罪过将比他们的还大 况且我口出怨言 更不能享受国君给的奉务了 他的母亲说 那也要是国君知道一下你的情况 怎么样 戒子推回答说 话语是身体的花式而已 身体都打算隐藏起来了 还要那些花式有什么用呢 身穿那些花式 就是要显要自己了 他的母亲说 你真的能做到吗 我与你一起隐藏起来 他们到死都未再出现 戒子推的跟随者十分怜悯他 就在宫门挂了一条字符 字符写道 龙想要飞上天 曾有五条蛇帮扶他 龙现在已经升入云霄 四条蛇也都各自进入了自己的乌语 唯有一条蛇独自哀怨 始终没能找到自己的住所 进文宫外出时 看见了那字符 说 这说的就是戒子推啊 我一直劳心于王室之乱 没来得及回报他的功劳 于是派人去召请戒子推 可是戒子推早已离开了 文宫于是到处寻找他的住所 听说他在绵上山 于是文宫将整座绵上山赏赐给了戒子推 作为他的露田 称为戒山 并说用这来记载我的过失 并且表彰贤能的人 跟从文宫流亡多年的仆人胡书说 国君您曾三次赏封有功的人 可是都没有赏赐我 因此我冒昧地前来向您请罪 进文宫回答说 能用仁义来教导我 用德行与恩惠来防止我犯错误的 这样的人应受到上等奖赏 用行动来辅佐我 使我终于取得成功的 这样的人应受到次一等的奖赏 战场上改于冒流史飞时的危险 为我立下汗马功劳的 这样的人应受到再次一等的奖赏 如果只是用苦力侍奉我 但没有补救我的错误的 将受到更次一等的奖赏 三次赏赐过后 立即就要赏赐你了 晋国人听到文宫的这番话 都很高兴 晋文宫二年前635年春季 秦军在黄河岸边驻扎 将要护送周湘王回京城 赵衰说 要想称霸 没有比护送周湘王回京城 尊崇周王更好的方法 周王是与晋国原本就是同性 如果晋国没有抢先护送周湘王回京 而是落在秦国后面 就没有向天下发号施令的资本 现在尊崇周湘王 乃是晋国将来称霸的资本三月假成日 晋国于是派兵到杨帆 包卫了瘟疫 护送周湘王回到了周都 四月 杀了周湘王的弟弟代 周湘王于是将河内 杨帆的土地赐给了晋国 四年前633年 楚城王和其他诸侯国包卫了宋国 宋国的公孙故来到晋国告急 先诊说 报答宋湘公的赠马后恩 并使晋国称霸于诸侯 就在如今的这场战役了 胡言说 楚国不久前取得了曹国 而且又与魏国初次联姻 如果我们讨伐曹魏两国 楚国一定会去营救 这样宋国就可免于灾难了 晋国于是创建了三军 赵衰举荐窃统领中军 并让切真辅佐他 派遣胡言掌管上军 让胡毛辅佐他 任命赵衰为亲 兰芝统领下军 先诊协助他 巡灵副驾战车 魏抽担当车诱 三军前往攻打曹 魏两国 冬季十二月 晋兵首先占领了 太行山以东的地方 并将园艺封给了赵衰 五年前六百三十二年春季 晋文公想要攻打曹国 于是向魏国借路 魏国人没有同意 晋军只好绕远 从黄河的南段渡河 侵入曹国并攻打魏国 正月 晋军攻取了五路 二月 晋侯 其侯在连渔会盟 魏侯请求与晋国结盟 晋国人没有答应 魏侯于是又想要与楚国结盟 魏国人不想这样做 因此驱逐了魏侯以讨好晋国 魏侯被迫居住在湘牛 公子满在魏国都城防守 楚国前来援救魏国 却未能成功 晋侯包围了曹国 三月禁军攻入了曹国都城 施责曹公公没有听从黎河基的劝告 却让三百人乘坐着华美的车子 招摇过世的过错 为了报答黎河基曾经的恩德 晋文公命令军队不许进入黎河基同宗族的住所 楚军又包围了宋国 宋国又向晋国告急 晋文公这次要想营救宋国 就要攻打楚国 可是由于楚城王当年对他有恩 所以他不想讨伐楚国 打算对宋国的请求置之不理 可是宋湘公当年也有恩于自己 晋文公进退两难 先诊说 抓住曹国 然后分割曹国 魏国的土地给宋国 楚国会急于营救曹国 魏国 如此一来 楚国就会解除对宋国的包围了 晋文公听从了先诊的建议 楚城王于是领兵离开了 楚国将领紫裕对楚城王说 国军宁对待晋文公仁义之后 如今他明知楚国与曹 魏两国关系好 却有意讨伐他们 这是清世宁楚城王说 晋文公在外流亡了19年 过了很长时间窘困的生活 终于得以返回晋国 对人世间的苦头非常了解 因此能够善待他的子民 上天在保佑着他 其实不可阻挡 紫裕坚持请战说 我不敢说 这次一定能取得胜利 只希望因此能封住 那些静谈言之人的口 楚城王十分生气 给了他很少的兵力 紫裕于是派晚春告诉晋文公说 请您恢复魏侯的军位 并归还曹国的土地 我也会解除 对宋国的包围 晋国大夫就犯说 紫裕太无礼了 国军只能获得一个好处 可是当臣子的 却能得到两个好处 我们不能答应这个条件 先诊则说 能使人心安定 就称为有理 楚国的一句话 能够使三个国家安定 可是您的一句话 却能使这三个国家灭亡 那么就是我们无礼 如果不答应楚国 就是放弃了宋国 不如暗中答应楚国 恢复曹侯 魏侯的地位 以此来引诱楚国 扣留晚春以激怒楚国 等战事发生后 再另想其他的计谋 晋侯于是就把晚春 扣押在了魏国 并且私下答应 恢复曹国 魏国 曹国 魏国于是与楚国绝交了 楚国的子豫非常生气 率军攻打晋军 晋军不断后退 晋国的军力问 我军为什么要撤退 晋文公说 从前我在楚国时 曾与楚城王约定 交战时 晋军会向后撤退三社之地 我怎么能背弃自己的承诺呢 楚军也想撤退 可是紫玉不答应 四月雾尘日 宋成功 齐将 秦将以及晋侯 在城埔驻扎 几次日 与楚军交战 楚军被打败 紫玉带领残兵逃走了 甲午日 晋军班师回到横庸 在剑土为周湘王修建了宫殿 起初 郑国曾帮助过楚军 如今楚军战败了 郑国很惧怕 派使者向晋侯请求结盟 晋侯于是与郑伯定立了盟约 五月定位日 晋文公向周天子 敬献从楚国 俘获的战利品 一共有一百辆披甲的 四马战车 一千多名步兵 周湘王派王子虎 宣布任命晋文公为霸主 并赐给他大路车 一把红色的弓 一把红色的弓 一把纸红色的剑 十把黑色的弓 一千只黑色的剑 亦有用黑鼠加香草 酿造而成的纯酒 一把秉为硅壮的玉勺 以及三百名勇士 晋侯再三谢绝 最后才扣手接受了 周朝的使官写了 晋文侯命 周王这样说道 您用仁义使诸侯和睦 大显文王 武王的功业 文王 武王能谨慎地修明德行 光照上天 名声广传于人间 所以上帝将帝王的使命 赐给了文王 武王 让其恩泽研机到子孙后代 您要协助我继承祖先的帝业 永安天子之位 于是晋文公 开始在诸侯中称霸 鬼嗨日 王子虎在剑土的行宫 与诸侯会盟 晋军放火烧了储君的营地 大火连续好几天都为熄灭 晋文公却哀声叹气的 大臣们说 打败了储君 可是国君寧人忧虑 为什么 晋文公说 我听说只有圣人 在取得胜利时能安心 因此不会感到害怕 况且 楚国大将紫玉还没死 我怎么能高兴起来呢 紫玉战败后 回到了楚国 楚城王怨恨他没有听自己的话 贪图与晋国作战 于是狠狠地斥责了紫玉 紫玉自杀身亡 晋文公说 我在外面攻打楚国 而楚王在国内诛杀大将 内外交相呼应 于是晋文公才高兴起来 六月 竟然再次让魏侯回到了国都 任五日 晋文公渡过黄河后 北上回到了晋国 回国后他开始论功行赏 其中胡衍功劳最大 有人说 成仆之意 主要靠仙枕出谋划策 晋文公说 在成仆作战时 胡衍劝我不要施行 仙枕则说 作战重要的是取胜 我听取了他的话 并打了胜仗 可是仙枕的话 只能有利于一时 而胡衍所说的 却有利于我创建千秋万代的工业 怎么能让一时的利益 凌驾于千秋万代的工业之上呢 所以我把胡衍的功劳 排在了最前面 冬季 晋文公在瘟疫会见了诸侯 想要率领诸侯 朝见周湘王 晋文公担心自己的力量 不足以办成此事 恐怕有些诸侯会背叛自己 就派人告诉周湘王 让他去河阳狩猎 人生日 晋文公率领诸侯到剑土 朝见了周天子 孔子读史书 看到关于文公的这段记载 说 诸侯无权召见周天子 我之所以要在春秋上 将这件事写成周天子 在河阳打猎 是对此事隐晦的说法 丁丑日 诸侯国包围了许国 曹伯的大臣中 有人劝晋文公说 习桓公 惠蒙各诸侯国 是为了扶植异性国家 如今国居宁 惠蒙诸侯 却是为了灭亡同性国家 曹国 是书正都的后代 晋国 是唐书的后代 惠蒙诸侯 而灭掉兄弟之国 这是不合理法的 晋文公听了这番话后 十分高兴 于是恢复了曹伯的军位 此时晋国开始创建 左航 中航 右航三支军队 巡灵副统领中航军 先胡统领右行军 先灭统领左行军 七年前六百三十年 晋文公与秦穆公 共同出兵包围了郑国 原因是晋文公逃亡 经过郑国的时候 郑国国军对文公 没有一礼相待 以及成仆之战时 郑国曾帮助楚国 晋国包围郑国 想要俘获书瞻 书瞻听说了这一消息 于是自杀了 郑国人抬着书瞻的尸体 来向晋文公禀告 晋文公则说 一定要抓到郑国国军 我才会甘心郑文公恐惧 于是暗中派人告诉秦魔公说 灭掉郑国 会使晋国的力量增强 这对晋国来说是有好处的 可是对秦国来说 却未必有利可图 国军 您为什么不帮助郑国解脱困境 使郑国成为秦国 在东行道路上的好友呢 秦伯听后十分高兴 于是撤兵了 很快晋国也撤兵了 九年前六百二十八年冬年 晋文公去世 其子湘公欢继位 这一年 郑文公也去世了 郑国有人想出卖自己的国家给秦国 秦穆公派兵前去偷袭郑国 十二月 秦军路过晋都的城郊 湘公元年 前六百二十七年春季 秦军途经周都 十分娇恨无礼 王孙满讥笑秦军不懂礼法 秦军到华国时 郑国商人贤高将要去周都做生意 正好遇到了秦军 贤高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 秦军以为郑国已经知道偷袭之事 十分惊慌 只好退兵了 在顺便灭掉华国后 才班师返回 晋国的先诊说 秦伯没有听从简书的劝告 违背了民心 我们可以在此时攻击秦军乱之则说 还没有报答秦国对先军的恩德 就攻击他 是不行的先诊说 秦国欺悟我们刚刚失去父亲的国君 讨伐与我们同姓的国家 有什么恩德要报答呢 晋国于是攻打秦国 晋湘公身穿着黑色的桑服随军出征 四月 晋国在小山打败了秦军 掳获了孟明氏 西起熟 白衣柄三位秦军大将后返回 晋湘公就穿着黑色的桑服安葬了晋文公 晋文公的妻子是秦国女子 他对晋湘公说 秦军想要得到那三位败将 从而杀掉他们 湘公同意了 于是把那三名秦国将领遣送回国 先诊听说后 对湘公说 祸患就此产生了 先诊于是立即去追那三名秦国将领 他们正在渡过黄河 已经在船上了 看到岸边的先诊便叩头瓷械 终于没能追回 三年后 秦国果然派孟明攻打晋国 以报小山战败之仇 攻取了晋国的汪义后撤兵 四年前六百二十四年 秦谋公率军大举进攻晋国 秦军渡过了黄河 攻下了晋国的王冠城 在小山为其阵亡的将士修建了坟墓 之后才离开 晋军十分害怕 不敢再出战 于是固守城池 五年前六百二十三年 晋国攻打秦国 夺取了新城 报了王冠一战的失败之仇 六年前六百二十二年 赵衰成子 完真子 就继子范和霍伯全都去世了 赵顿接替赵衰执掌晋国国政 七年前六百二十一年八月 晋湘公去世 太子一高的年纪还小 晋国人因为国家多次遇难的缘故 想要立一个年长的人当国君 赵顿说 立湘公的弟弟雍当国君吧 他乐善好施 而且又年长 先军又很喜爱他 并且他亲近于秦国 秦国向来是晋国的友好邻国 如果雍丽有善德的人当国君 国家就能稳定 侍奉年长者国家就能够和顺 拥护先军喜爱的人就是孝顺 与旧日的好友结交国家就能安定 甲鸡说 不如雍丽雍的弟弟乐 两位国君都曾十分宠爱陈吟 如果立他的儿子当国君 百姓一定会安心地照顿说 陈吟的地位很卑贱 地位排在晋文宫的九个机械的下面 他的儿子会有什么威望 而且陈吟曾被两位国君宠幸 这可是淫乱 作为先军的儿子 不能够向大国求助 却居住在小国 这是笔漏 母亲淫乱 儿子笔漏 这样就不会有威信 陈国不仅小 而且距离晋国很遥远 得不到援助 怎么可以立了为国君呢 于是赵顿派是会前往秦国赢回公子雍 贾激也派人前往陈国赵回公子勒 赵顿废除了贾激的官职 原因是他杀了杨楚夫 10月 晋国安葬了晋香宫 11月 贾激逃奔敌国 这年 秦魔宫也去世了 林宫元年 前620年4月 秦康宫说 从前文公刚刚回到晋国时 晋国没有卫士护卫 因此 吕省 切瑞才发动了叛乱 秦国于世送给公子雍很多卫士 太子一高的母亲谋营 终日抱着太子到朝廷上 号叫哭泣 说 先君有什么过错吗 他的后四又有什么过错呢 你们抛弃嫡子 而到国外去找寻国君 打算把太子放到哪里 他走出朝廷 又抱着太子跑到赵顿家 叩头说 先君曾把太子托付给您 并说 将来这个孩子如能成才 我就会尽受您的恩赐 如果没有成才 我就会怨恨您 现在先君虽然已经失事了 可是他的话好像还在我的耳边 然而如今您却要舍弃太子 为什么 赵顿和各位大夫们 害怕谋营继续纠缠下去 并且怕被杀害 就放弃盈利公子雍 而立太子一高当国君 便是晋灵宫 晋国派兵阻拦 护送公子雍回国的秦军 赵顿担任主将 率军前去抵御秦军 在令狐打败了秦军 先面 随会被迫逃亡到秦国 邱继 齐 宋 魏 正 曹 和许国的国君全来会见了赵顿 并在护议定立了盟约 原因是晋灵宫刚刚即位 四年前617年 晋国攻打秦国 攻取了少良 秦军也攻取了晋国的小城 六年前615年 秦康公率军讨伐晋国 攻取了鸡马 晋灵宫很愤怒 于是命赵顿 赵川 窃缺率军还击秦国 两军在河区展开了激战 其中赵川的功劳最大 庆年前614年 晋国的六卿担心随会在晋国 会经常给晋国制造霍乱 就让大臣魏兽瑜假装反叛晋国 并投降秦国 秦国让隋惠到魏义 接受魏兽瑜的投降 魏兽瑜趁机抓住了隋惠 并将他带回晋国 八年前613年 周寝王去世 公亲们相互争夺权势 所以没有向个诸侯国发复稿 晋侯派赵顿率领800辆战车 平定了周王室的内乱 拥立周宽王继位 这一年 楚庄王刚刚继承了军位 十二年前609年 齐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 齐义公 十四年前607年 靖林宫长大了 他生活十分奢侈 征收重税用于装饰宫殿 他还常在高台上用弹弓射人 就是为了观看人们 躲避弹弹丸石惊恐的样子 厨师盾的熊掌不够烂 林宫就大发雷霆 竟然杀了厨师 并让宫女把厨师的尸体抬出宫 还要从朝廷上经过 赵顿 隋慧曾多次前来觐见 可是林宫并不听从 这回他们又在朝廷上 看见了死人的手 因此又前来劝谏 隋慧先进去劝谏 林宫没有听从 林宫担心赵顿也会来劝谏 于是就让楚尼去刺杀赵顿 赵顿家的内务门敞开着 楚尼见赵顿家非常简陋 就退了出来 叹息道 杀害忠臣 违抗国君的命令 这两种罪都是一样的于是便撞树自杀了 从前 赵顿曾经到守山狩猎 看到桑树下有一个饥饿的人 此人名叫生辟字秘名 赵顿给了他一些吃的 他只吃了一半 赵顿问他为何不把食物吃完 他说 我在外做了三年的仆人 不知道老母是否还健在 想把这剩下的食物留给母亲吃 赵顿认为他是个孝子 就又给了他一些饭和肉 很快 生辟字秘名就做了敬林宫的厨师 赵顿并不知道这件事 九月 敬林宫邀请赵顿一起喝酒 设下埋伏想要害死赵顿 林宫的厨师生辟字秘名知道这件事后 担心赵顿喝醉后无法站起身逃跑 因而向赵顿敬言说 国君设宴赏赐您喝酒 只喝三杯就不要再喝了 生辟字秘名想借此 让赵顿在林宫下岸杀令前离开 避免他遇难 赵顿离开席位后 林宫事先埋伏的士兵还未会合 就先放出一条名叫傲的恶狗 生辟字秘名徒手帮赵顿杀死了恶狗 赵顿说 不派人来杀我却用狗 虽然很凶猛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他却不知道 生辟字秘名是在暗中报答他的恩德 很快 敬林宫命令埋伏好的士兵 出来追杀赵顿 生辟字秘名反击林宫的伏兵 伏兵不能前进 终于让赵顿逃脱了 赵顿问秘名为何要救自己 生辟字秘名回答说 我就是当年桑树下那个饥饿的人 赵顿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没说 他也因此逃跑了 赵顿逃脱了 可是并未逃出晋国的国境 以瞅日 赵顿的兄弟将军赵川 在桃园杀死了敬林宫 并接回了赵顿 赵顿一向很受人敬重 所以很得民心 敬林宫年纪轻 生活奢侈 百姓都不愿轻负于他 因此很容易就杀了他 赵顿恢复了原来的官职 晋国太使董胡记载道 赵顿杀了自己的国君 并把这个记载拿到朝廷上 让各位大臣看 赵顿说 杀死国君的人是赵川 我没罪 太使董胡说 你是仲卿之长 虽然逃跑了 但并没有逃出国境 回来后也没有诛杀乱臣贼子 杀国君的人不是你还是谁呢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 说董胡是古代的好使官 丙比直书而毫不隐瞒史实 宣子是好大夫 为了遵守法治而情愿蒙受恶名 可惜啊 如果他逃出国界 就能够免除弑君的罪名了 赵顿让赵川到周都 去迎接晋香公的弟弟黑豚回国 立他为国君 便是晋成功 晋成功是晋文公的小儿子 他的母亲是周王氏之女 人生日 成功来到武功朝拜祭祀 晋成功元年 前606年 赐封赵氏担任公族大夫 讨伐郑国 因为郑国背叛了晋国 三年 前604年 郑相公刚刚继位 便归附了晋国而背叛了楚国 楚王大怒 讨伐郑国 晋国前往救援 六年 前601年 晋国攻打秦国 掳获了秦国将领士 七年前六百年 晋成功与楚庄王争夺霸主的地位 在护议会蒙诸侯 陈国由于畏惧楚国 所以没去复会 晋国派中航皇子攻打陈国 并借此援救郑国 与楚军交战 打败了楚军 这一年 晋成功去世 习子锦公聚继位 锦公元年 前599年春季 陈国代付夏征书 杀了自己的国君陈灵公 二年 前598年 楚庄王讨伐陈国 杀死了夏征书 三年 前597年 楚庄王包围了郑国 郑国向晋国告急 晋国派巡灵部率领中军 随会率领上军 赵硕率领下军 窃克 鸾书 仙胡 韩爵以及拱硕辅佐这三人 六月 晋军来到黄河岸边 听说楚军已经把郑国降服了 逼迫郑国赤裸上身投降 并与他签订了城下之门后 才撤兵 寻灵父想要班师回朝 仙胡说 大家都是来援救郑国的 没有到达郑国是不可以回去的 否则将帅间会离心离得 晋军最终渡过了黄河 楚国已经降服了郑国 本想在黄河引麻 以显示自己的威名 之后再撤军返回 结果 楚军与晋军发生了激烈的交战 郑国刚刚依附楚国 十分害怕楚国 所以反而帮助楚军攻打晋军 晋军战败 逃到了黄河边 士兵们为了逃命 争抢着要渡河 以至于船中有很多被砍断的手指 楚军抓获了晋国将领智英 晋军返回后 巡灵父说 我是主帅 打了败仗 应该被处死 请国军杀死我吧 晋警公想要答应他 隋慧说 从前晋文公曾与楚军在成都交战 楚城王回国后杀死了败将紫玉 文公因此才面露喜色 如今楚军已经打败了我军 我们还要杀死军队的主帅 是帮楚国杀敌人啊 晋警公 于是没有杀寻灵父 四年前五百九十六年 仙湖因为自己首先建议渡河 导致晋军在黄河边被打败 担心被杀 于是逃奔敌国 与敌国谋划讨伐晋国 晋国觉察到这件事 就杀了仙湖全族 仙湖是仙政的儿子 五年前五百九十五年 晋国讨伐郑国 原因是郑国曾帮助楚国攻打晋国 此时楚庄王的势力很强大 在黄河边击败了晋军 六年前五百九十四年 楚军讨伐宋国 宋国派人来晋国告急 晋警公想要营救宋国 伯宗献祭说 楚国现在上天正在保佑着他 其势力锐不可当 于是晋国派谢阳前去假装答应就送 郑国人抓住谢阳 并把他交给楚国 楚王赏赐给他很多彩礼 让他去宋国说反话 以使宋国尽快投降 谢阳假装答应楚王 最终把进军的话告诉了宋国 楚王想要杀了他 有人劝谏 楚王才释放了解阳 青年 前五百九十三年 晋国派随会率兵灭到了赤敌 八年前五百九十二年 晋国派切克出使齐国 齐寝宫的母亲在楼上观看切克 并讥笑他 这样做的原因是切克驼背 而鲁国使者腿瘸 魏国使者有一只眼睛瞎了 所以齐国派有同样残疾的人 来引导宾客 切克十分生气 回国途中来到黄河岸边 发誓说 让河神来见证 我将来一定要报复齐国 给予我的耻辱 切克回到晋国 请求靖景公发兵讨伐齐国 景公问明 切克想攻打齐国的原因后 说 这是你个人的怨恨 怎么能够以此来搅扰国家呢 景公于是没有听从他的话 魏文子 因年迈请求退休 并向景公举荐了切克 切克开始掌握国证 九年前五百九十一年 楚庄王去世 靖国讨伐齐国 齐国派太子强到靖国充当人质 靖国这才罢兵 十一年前五百八十九年春季 齐国讨伐鲁国 攻取了龙翼 鲁国向魏国告急 魏国与鲁国都通过切克 向靖国告急 靖国于是派切克 鸾叔 韩爵统领八百辆战车与鲁 为两国一起攻打齐军 夏季 靖军与齐景公的军队在安交战 齐景公负伤被困 齐景公于是就与他的车又交换了位置 假装下车取水喝 因而得以逃脱 齐军被打败后逃走 靖军向北一直追赶到齐都 齐景公献出许多宝器求和 可是靖军没有同意 窃克说 必须得到萧桐侄子作为人质 齐国的使者说 萧桐侄子是齐景公的母亲 齐景公的母亲就好比你们靖军的母亲 为什么一定要得到她呢 你们这么做违背了人论大意 我们请求再次交战 靖国这才答应与齐国讲和 并撤兵离开了 楚身公乌臣应偷取了夏季而逃奔靖国 靖景公任命乌臣为刑代课 十二年 前五百八十八年冬季 齐景公来到靖国 打算尊奉靖景公为王 景公慈谢不敢接受 靖国开始创建六军 韩爵 龚朔 赵川 寻追 赵阔以及赵瞻都被封为亲 智英也从楚国获释回到靖国 十三年 前五百八十七年 鲁成功朝拜靖景公 靖景公对他不尊敬 鲁成功生气地离开了 背弃了与靖国定立的盟约 靖国攻打正国 攻取了范意 十四年 前五百八十六年 梁山发生了山崩 靖景公向伯宗询问此事 伯宗认为这不值得大惊小怪 十六年 前五百八十四年 楚国的将领子凡怨恨乌臣 杀了他的全家 乌臣非常愤怒 给子凡写信说 我一定会让你这辈子都疲于奔命 他便向靖景公请命出使乌国 并让自己的儿子掌握乌国的外交事宜 教吴国人学习乘车和用兵的方法 吴靖两国开始有交往 并相约一起攻打楚国 十七年 前五百八十三年 靖景公杀死了赵童 赵阔 并诛灭了整个赵氏家族 韩决说 怎么能够一望赵衰 赵盾的功绩呢 怎能断绝他们的祭祀呢 靖景公便又让赵氏的数子赵武 作为赵氏的继承人 又赐给他承池 十九年 前五百八十一年夏季 靖景公并威 立太子受曼为君 便是靖立宫 一个多月以后 景公去世 立宫元年 前五百八十年 由于刚刚继承军位 立宫想要与诸侯会盟 于是与秦桓公隔着黄河 递结盟约 回来后 秦国就违背了盟约 并与敌国和谋一起讨伐靖国 三年 前五百七十八年 靖国派吕湘斥责秦国 趁机联合诸侯 讨伐秦国 军队到达金水后 在麻岁打败了秦军 并俘获了秦军的将领 成差 立宫五年 前五百七十六年 窃齐 窃抽与窃智三人 竟谗言诬陷伯宗 立宫于是杀了伯宗 伯宗因为喜欢直言劝谏 而惹祸上身 百姓因此不再轻抚立宫 六年 前五百七十五年春季 郑国背弃晋国 而与楚国定立了盟约 靖立宫大怒 鸾书说 不可以在我们管理国家时 失去诸侯 于是晋国派兵讨伐郑国 立宫亲自统领军队 五月时渡过黄河 听说储君前来援救郑国 范文子于是请求靖立宫退兵 切直说 率军攻打叛逆者 遇到强敌就躲开 以后将无法再对诸侯发号施令 于是靖军与楚军交战 鬼四日 靖军用剑射伤了楚贡王的眼睛 楚军在燕陵战败 子凡收集残兵败将 加以安抚后 想要与靖国再次交战 靖国为此十分忧虑 楚贡王召见子凡 是从树羊谷向子凡敬酒 子凡喝醉了 没去拜见楚贡王 贡王十分生气 适则子凡 子凡自杀身亡 贡王于是带领军队返回楚国 靖国从此威震诸侯 靖立功想要趁这个机会号令天下 谋求霸主之位 靖立功有众多宠姬 返回靖国后 他打算罢免所有戴夫的官职 而封赏各位宠姬的兄弟 其中有个宠姬的哥哥名叫虚同 曾与妾智有过节 再加上卵叔又怨恨妾智不听从他的计谋 但最终禁军还是打败了楚军 于是就暗中派人到楚国之前 楚国派来的使者骗立功说 燕灵之战其实是妾智特意将楚军招来的 他要发动叛乱 迎接公子周回国即位 赶巧盟国的军队没有准备好 所以事情才没成功 立功将此事告诉了鸾叔 鸾叔说 也许却有此事 国军您不妨试着派他到周都 然后暗中调查一下 立功果然派妾智去了周都 鸾叔又让公子周与妾智见面 妾智并不知自己被人出卖了 立功验明后 认为妾智确实想谋反 于是怨恨妾智打算杀掉他 八年 前573年 立功外出狩猎 之后与宠妾宴 妾智杀了野猪想敬献给立功 可是野猪却被宦官抢走了 妾智因此射死了宦官 立功十分生气 说 妾子你竟然如此弃悟 立功打算要诛杀三妾 可是还未动手 妾沟想主动攻打立功 说 我虽然会死 但立功也会因此痛苦 妾智则说 讲究忠信就不能背叛君王 追求明智就不能祸害百姓 要讲勇猛就不能发起动乱 失去这三条准则 谁还能亲近我们呢 我还是死了吧 12月人5日 立功派须同率领800名将士攻打 并杀死了三妾 须同趁机在朝廷上挟持了鸾叔与中行人 并对立功说 如果不杀了这两个人 国君你以后必会遭遇祸患 立功说 一个早上就杀死了三名大臣 我不忍再杀更多的人了 虚同回答说 可是别人会忍心杀了您 立功没听从虚同的话 并对鸾叔等人道歉 表明他只想惩治切实的过错 说 大夫们可以恢复官职了 鸾叔与中行人磕头败谢说 实在是太幸运了 太幸运了 立功任命虚同为亲 润月以某日 立功到将离世家中有赏 鸾叔与中行人带领党羽偷袭 并逮捕了立功 把立功囚禁起来 并杀了虚同 同时派人到周都迎接公子周回国 拥立他为国君 便是靖道公 靖道公元年 前572年 正月更生日 鸾叔和中行人杀了靖立功 只用一辆车就简单地陪葬了立功 立功在遭到囚禁第六天时被杀 死后第十天是更五日 至因迎接公子周回到靖国 抵达将城 杀鸡尹穴同大夫盟示 拥立功子周为国君 便是靖道公 新四日 功子周到武宫朝拜祭祀 二月已有日 功子周即位 靖道公周的祖父是杰 杰是靖相公的小儿子 没能继承国君之位 称为桓叔 他最受相公的喜爱 桓叔生了惠伯潭 潭又生了道公周 道公周即位时 年仅十四岁 道公说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没能即位成为国君 他们被迫到周都避难 后来死在他乡 我以为自己与公事的关系早已疏远 并未希望当国君 今天各位大夫没忘记文公与相公的意愿 而拥立我这个桓叔的后代当国君 全依赖祖宗以及先大夫的在天之灵 我才能够继续侍奉晋国的祭祀 怎么敢不兢兢业业啊 希望大夫们能够好好辅佐我 道公于是驱逐了不守陈道的七个大臣 重新修整祖宗的公业 向百姓广施恩惠 辅慰与晋文公一起回国的那些功臣的后代 秋季 晋国讨伐郑国 郑军被打败 晋军于是又侵犯陈国 三年前五百七十年 晋国与各诸侯会盟 晋道公问大臣们谁是可以重用的人 齐熙向道公推荐了解胡 谢胡 是齐熙的仇人 道公又问 齐熙又举荐了自己的儿子齐武 君子说 齐熙可算是步行偏私的人了 推举外人时不避讳仇人 推举家人时不避讳自己的儿子 进到公正会见诸侯时 齐弟阳干破坏了军队的行政 魏将因此杀了为他驾车的人 道公大怒 有人劝说道公 道公最终认定魏将确实很贤德 于是伪他以重任 派他去与荣讲货 荣果真归附了晋国 十一年 前五百六十二年 道公说 从我开始任用魏将起 已经九次成功会蒙诸侯了 并且容 敌与晋国也和好了 这可都是魏将的功劳啊 道公于是赏赐给魏将乐队 魏将再三辞邂逅才接受 冬季 秦军攻取了晋国的历程 十四年 前五百五十九年 晋道公派六亲统领各诸侯国 讨伐秦国 渡过金水 把秦军打得大败 晋军一直追击到御林才撤兵离开 十五年 前五百五十八年 道公问施矿如何治国 施矿说 只有仁义才是根本 冬季 进道公去世 齐子平宫标继位 平宫元年 前五百五十七年 晋国讨伐齐国 齐林宫的军队与晋军在迷下交战 齐军战败逃走 晋英说 国军既然没有勇气继续作战 那为何不停止战斗呢 齐林宫于是撤兵离开了 晋军乘胜追击 暴卫了灵灾 烧光了外城中的所有住屋 并杀光了周围的百姓 向东到浇水 向南到以水 齐国人都聚成坚守 晋军于是撤兵回国了 六年 前五百五十二年 鲁湘公朝败景平宫 晋国的鸾城有罪过 逃奔齐国 八年前五百五十年 齐庄公偷偷派鸾城前往屈卧 并派军队跟随他 齐军来到太行 鸾城在屈卧城中发动叛乱 袭击并进入将城 将城毫无防备 静平宫因此打算自杀 范县子阻止了他 并带领自己的家兵反击鸾城 鸾城被打败后逃到了屈卧 屈卧人一起攻打鸾城 将其杀死 并诛灭了整个鸾石家族 鸾城是鸾叔的孙子 他攻入将城时 曾与魏县子一起商讨过 齐庄公听说鸾城被打败了 就命令齐军返回了 在攻取了晋国的昭歌后离开 以报复灵灾一战的仇恨 十年前五百四十八年 齐国的崔柱杀了自己的国军 齐庄公 晋军借齐国发生动乱的时机 在高唐打败齐国后才离开 报太行一战之仇 十四年前五百四十四年 吴国的延龄继子到晋国出使 与赵文子 韩宣子 为县子会谈 说晋国的政权 最终会落入这三家手中 十九年前五百三十九年 齐国派燕英出使晋国 与书相交谈 书相说 晋国现在已处于末世了 平宫横征暴廉 大肆修建池台宫殿 并且不理朝政 国家的大权已落入清代父手中 这样下去 晋国还能长治久安吗 燕子认为很对 二十二年前五百三十六年 晋国讨伐燕国 二十六年前五百三十二年 晋平宫去世 其子昭公已即位 昭公六年族 六卿六卿 指韩室 赵室 魏室 范室 中杭室和智室六个家族 强 宫室碑 子寝宫去吉利 昭公在位六年前五百二十六年 去世 此时 六卿的势力十分强大 宫室却日益微弱 昭公的儿子寝宫去吉利 秦宫六年前五百二十年 周景王去世 王子们争夺王位 晋国六卿率军帮助周王室平定了内乱 并拥立周景王为天子 九年前五百一十七年 鲁国济室驱逐了自己的国君鲁昭公 昭公被迫住在甘侯 十一年前五百一十五年 魏 宋两国派使者请求晋寝宫护送鲁昭公回国 济平子私下贿赂了范献子 范献子接受了贿赂 就对晋寝宫说 鲁国的祭祀并没有罪过 最后晋国没有护送鲁昭公回国 十二年前五百一十四年 晋国公族七夕的孙子和书相的儿子 在晋寝宫面前相互诋毁 六卿想要削弱公室的势力 就借此想办法杀了这两个家族所有的人 并将这两个家族的十亿划分为十个县 各自让自己的儿子当大夫 晋宫室的势力越来越衰弱 六卿的力量全都很强盛 十四年前五百一十二年 晋寝宫去世 妻子定公五继位 定公十一年前五百零一年 鲁国的杨虎逃奔晋国 赵央剪子招待他住了下来 十二年前五百年 孔子在鲁定公与七警公 于家谷相会时担任兵相 十五年前四百九十七年 赵央派邯郸大夫赵央把昔日安置在 邯郸的五百户人家迁徙到晋阳 赵央没能办成 赵央认为他不讲信义 想要杀死他 赵央与中航营 范集社关系亲密 他们一起攻打赵央 赵央逃到晋阳坚守 静定公派兵包围了晋阳 巡礼 韩不幸 魏池等人曾与范集社 中航营有仇 于是派兵讨伐范集社 中航营 范集社 中航营发动叛乱 静定公下令攻击他们 打败了范集社 中航营 范集社 中航营逃亡到了昭哥 主城固守 韩剪子 魏襄子等人替赵央 向静定公求情 定公因此赦免了赵央 恢复了他的职位 22年 前490年 静军打败了范集 中航营 范集社 中航营两人逃奔弃国 30年 前482年 静定公与吴王夫差 在皇池会盟主后 两个人争夺盟主的地位 当时赵央跟从禁军 最终吴王成为盟主 31年 前481年 齐国代赴田长杀了自己的国君齐检公 立检公的弟弟奥维国君 便是齐平公 静定公33年 前479年 孔子失事 37年 前475年 静定公去世 齐子出宫早即位 出宫17年 前458年 知伯与赵氏 韩氏 魏氏一起瓜分了范氏 中航氏的领地 并将其归入了自己的残忆 静出宫大怒 向其 鲁两国告急 想要与其 鲁两国一起讨伐四卿 四卿恐惧 于是反攻静出宫 静出宫被迫逃奔齐国 在途中死去 因此 知伯就拥立静昭公的曾孙娇 为静国国君 便是静埃公 静埃公的祖父雍 是静昭公的小儿子 号称黛子 黛子生下了季 季与之伯关系很好 季去世很早 所以之伯虽然很想吞并静国 但是没敢动手 就立了季的儿子 交为国君 此时 静国的所有政务 全由之伯裁决 静埃公 不能有所制约 之伯于是占有了范氏 中航氏的土地 其势力在四卿当中 最为强大 埃公四年 前四百三十八年 赵襄子 韩康子 与魏皇子联合起来杀了之伯 吞并了他所有的封地 十八年 前四百三十四年 静埃公去世 其子幽公柳继位 静幽公执政时期 静国公室 位居清大夫 反而朝拜韩 赵 魏三家君主 静国国君只占有将都 去卧这两个地方 剩余的土地都归韩 赵 魏三家所有 十五年前四百一十九年 魏文侯刚刚即位 十八年前四百一十六年 幽公监巫妇女 在晚上偷偷出城 被盗贼杀死 魏文侯派兵平定了静国的内乱 拥立幽公的儿子 只为国君 便是静列宫 列宫十九年前三百九十七年 周薇列王策封赵 韩 魏三家为诸侯 二十七年前三百八十九年 静列宫去世 其子孝公起继位 孝公九年前三百八十年 魏武侯刚刚即位 便攻打邯丹 没有取胜就撤兵离去了 十七年前三百七十二年 静孝公去世 其子进宫聚九继位 这一年 是其微王元年 进宫八年前三百四十九年 魏武侯 韩埃侯 赵敬侯 共同灭掉静国 三家瓜分了静国的土地 静宫被贬为平民 静似从此断绝了 太史宫说 静文宫 是古人所说的贤民君主 他在外流亡了十九年 生活极其困顿贫苦 等他继位后 对臣子论宫行赏时 尚且忘记了戒子推 何况那些交涉无比的国君呢 林宫被杀死后 成宫与锦宫施行科政 到立宫时就更为严苛了 大夫们害怕会被杀死 因此祸乱贫乏 到宫之后 宫是日以衰败 六亲专权乱政 因此说掌握人君之道 学会嫁奴臣下 本来就不容易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